大家好,我是中文伦敦的小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到英国来设立公司或代表处,粮草未动,人先行。 很多公司都会先派驻一位首席商业代表来打前站,了解英国情况,给机构设立打好基础。 这时候,最适合这位先行官进入并在英国停留工作的签证类型,就是首席商业代表签证。 英国首席商业代表签证,是位在海外的企业派驻高级管理人员来英国设立分支机构,而设置的签证类别。 在2019年3月,英国关闭企业加移民申请的通道后,首席商业代表签证,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申请者的青睐。 英国现行的移民法,对首席商业代表签证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要求相对简单,对于母公司背景即将设立的英国企业的真实性,没有具体的证据要求。 但是在实际签证材料审理的过程中,移民官却对于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有着较高的审理门槛。 首先,对于派驻首席商业代表的海外企业来说,首次申请时需要达到的条件有。 第一,是真实在海外运营的企业实体。 第二,其总部及主要营业地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且将持续维持在英国境外。 第三,在英国没有其他分公司、附属公司或其他代表机构。 第四,欲在英国设立起尤其全资持有的分支机构,而且该英国分公司或子公司,将积极从事与母公司业务类型相同的业务。 而且其建立不能仅出于便利申请人出入境英国或在英国居留的目的。 最后,企业的商业和运营中心将一直维持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其次,对申请英国首席商业代表签证的申请人来说,首次申请时需要达到的条件有。 申请人必须已受过于海外母公司,目前为海外母公司的高管。 具有担任首席商业代表所需具备的技能、经验及知识。 申请人将全职担任母公司的英国首席商业代表,有权全权管理英国分支机构的运营。 可以代表海外母公司进行谈判,并做出运营决策。 在持英国首席商业代表签证期间,申请人在英国不会从事其他企业运营或受雇于其他雇主。 申请人持有海外母公司的股份不超过50%,而且不能以其他方式如股权和伙协议。 独自经营或任何其他形式适时,拥有或控制海外母公司。 申请人符合英语语言要求。 有足够存款,可以支持自己的生活费,有自己的住所,无需领取政府福利。 为了能够详细说明移民法所要求的以上条件,进行申请的海外企业,通常会提交一份商业计划书。 内容不仅需要包括将在英国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商业计划,同时还要对海外母公司的商业信息,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以使移民官可以对海外运营的企业实体有足够的信息进行了解,从而证明申请主体能够满足移民法中对于海外企业方面的要求。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按照以下部分来准备商业计划书。 首先,该要部分对于此份商业计划书的目的进行说明。 通过概述的方式,向阅读者介绍,此份商业计划书用于申请首席商业代表签证的目的。 介绍海外企业的大致背景对于拓展英国、市场设立分支机构的需要,所选定的首席商业代表人选,以及将设立的英国分支机构的大致情况。 第二,具体介绍海外母公司的信息及经营情况,包括,海外公司注册信息,需要说明母公司是注册在英国境外的企业实体,并且,在英国境内,目前尚未设立分支机构。 海外公司股权结构,需要证明申请人或陪伴者家属,并不是母公司持股超过50%的股东,从而确认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海外公司营业额,一方面证明海外公司处在真实运营交易过程中,一方面可以说明母公司对于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及其不资金有真实的财力支持。 海外公司业务介绍,向移民官说明海外公司有真实的需要,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及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 并且,之后关于英国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也会与海外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参照,以确认是否与海外企业相同。 海外公司人员情况,一方面说明海外企业的规模及运营结构。 同时要使移民官确认,基于目前企业的海外运营情况,不会因为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而使得英国变为主要的运营中心。 海外公司其他境外分支机构,如果公司已经在其他国家设立有一些分支机构,可以说明公司有积极的海外扩张的业务需要。 同时能够说明,在公司海外扩张的过程中,没有记录显示出运营总部转移海外的趋势。 第三,建议对于所选定的首席商业代表人选进行介绍,包括其在母公司的任职及资历,以说明这一人选可以胜任,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工作。 第四,介绍对于将设立的英国分支机构的商业计划,包括业务内容、人员计划、财务计划、发展计划、开拓市场规划等。 第五,建议关注在英国市场的分析、竞争对手分析及公司的swartage分析。 最后,可以加入对于英国分支机构,三到五年的财务预算部分。 英国分支机构的财务预算,是商业计划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在财务预算中,也并非所预估的营业额增长状况越高越好。 因为在三年后续签时,移民局同样会考量第一次申请时,所递交的商业计划是否大致达到。 如果实际与计划的出入较大,有可能会引起移民局对于申请。 真实性的怀疑,在后期续签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解释这一偏差出现的原因。 我们建议公司根据自身实际和行业实际,提供较为可实现的财务计划。 商业计划书作为签证官审理过程中,系统性了解申请企业及申请人背景的材料,在首席商业代表签证申请材料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您对商业计划书准备,或者首席商业代表签证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系我们专业的移民团队,进行咨询。 英国首席商业代表签证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关注中轮伦敦公众号。 我是中轮伦敦的小英,祝大家每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